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个世界单纯吗 这个世界不单纯 如果这个世界都很单纯 很朴实 那很多人都会活得很快乐 但是这个世界不单纯 有些时候因为因缘 很复杂 种种因素 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他们要的 但是那个因缘是如此 他们的背景 所以有些时候我想起 以前自己写过的一首词 《爱的辉言》 其中有一段我曾经这样子写 是有多少的创伤与创伤 淹没了你那曾经纯真的心 当人们释起他们的单纯 都有着他们的无奈 然后形成了他的苦因 苦的模式 造苦因的模式 这些都有的 那么这些是一边对这些 复杂的这个时间 怎么做呢 你必须有能力面对 如果你没有能力面对 你只有什么东西来 就在你的心里印上一个印 那我几乎可以告诉你 在这个时代 你在心里面留下来的印 不会单纯 如果你认 认有外面的印 印在你的心里 要印什么 你就印什么 那你的心永远都不会单纯 你认有它印 认有它在画 那你的心里的图画 不会是单纯的 那就牵涉到 生命的能力了 单纯的能力了 单纯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力量 你没有力量 你单纯不了在这个时代 不然你就是傻傻的 谁都可以把你吃掉 所以在这方面 你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要回到 孩子时期 一无所知的单纯 那你会面对另一个问题 被宰割的时候 遇到复杂的时候 你的美好美的单纯 被欺压被摧毁的时候 那你就会 你就不行了 然后那个心就会转了 因为心有一种自然的 人生命有一种自然的反应 就是它要活下去 所以当它 它的模式活不下去的时候 它一定会 从一个地方挤压出来 它一定会 从某一个方位爆发出来 一定会 自然界的现象 所以它就会失去 它原来的那种纯真 所以这是一种 另一种是因 自责的单纯 就像佛陀 佛陀绝对单纯 但是他太懂了 对整个世间的医学 他都懂 但是他单纯 非常的单纯 如果他不单纯 你不会看到 佛陀遇到任何一种处境 他就决策就出来 答案就出来 马上的 一点都不耽误的 非常快速的 他遇到什么考验 什么挑战 他马上就知道 应该怎么的答案进入 如果他的智慧 是不单纯的话 他肯定不能够 做到这一点 他的智慧的运用和活用 是非常单纯的 怎样达到这一点 那我们就要 培养多一点的 如实之间的智慧 因为如果我们停留在 思索成会的阶段 只是用思考去想很多东西 就像在迷宫里面 算很辛苦 你要开发到 看清 残所成会的阶段 看清有两个层面 基本上 根据我的了解 观察 一个层面呢 就是像佛陀一样 次次底底的了解 因缘的来龙去脉 每一样事情发生 他完全全知道 怎么样产生 导致这样的处境 怎样的局面 这样的结果 然后又怎么样的做 会达到怎么样的处境 怎么样的结论 佛陀知道 这是最准确的了 最精准的了 那世间真正掌握这种力量的 就只有佛陀 那另一种 就像阿罗汉们的 他们也单纯 很多佛弟子 成了阿罗汉 成了圣者 他 没有佛陀那样的 对因缘的掌握 对业的掌握 因为佛陀说了 那是彻彻底底的掌握 精准的掌握 每一点一地 那是佛的领域 连地址都不能达到 但是呢 我们的那些 阿罗汉们呢 他们的心思很单纯的 怎样呢 他未必能够了解 每一个处境的来龙去脉 和准确的因缘 他们虽然有天眼通 他可以知道 你造什么业 得什么果 造什么业 投身到哪里 但是呢 有些因缘太深远了 有些众生的根性太维系 不容易觉察 那阿罗汉们他不能够达到 但是他们能够有个单纯 为什么 当他都看清世间一切生灭因缘 都只是无常苦 当他都看清这一切生灭因缘 都是因缘生因缘灭 够了 够了 他不管了解 精准的因缘是什么 了解或不了解 但是呢 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整体的了解就是细节 不管是什么 但是呢 他逃不开 一切因缘都是 一切世间的现象 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这个逃不开 必然是如此 而且呢 这一切因缘合合而成的 他必然也都是 因缘合合而坏灭 这个是不用细想 这个是不用细想 然后呢 这一切 生和灭之间 他们的真相就是无常的 就是一直在身边 苦的 然后呢 是无我的 这个呢 在 观照的过程中 观照 究竟真实法的过程中 那么呢 阿罗汉们呢 圣者们呢 他们都已经 看得彻彻底底了 因为世间 没有任何一种现象 能够脱离 这基本的法则 好 因为了解 世间的真相 都是如此的 他的本质 都是如此的 所以他无挂碍 他放下 当他的心 无挂碍的时候 不管他们 准确的明白 或者是 没有准确的明白 他都知道 逃不开 因缘生 因缘灭 逃不开 无常苦 当他们能够 这样子的时候 那 自然的 就会看 你就不会 觉得是什么 就是很明白的 然后更重要的 当然是阿罗汉 他是烦恼 本来就是不可能生起的 他已经断根了 好 他是那种 不只是烦恼 不顺起 他的那种了解 也不会去 也不会去 什么的 不管他们的反应之间 可以有差别 但是呢 他们的心 还是很单纯的 有些东西 你要能够跳出来看 但有些东西 是要忍耐的 比如说 因为自己的业力缘故 生起一些 不顺的事情 业力缘故 你要忍耐的 生命里面 一些果报 你要忍耐的 别人对你不好 你要忍耐的 如果我们愿意忍耐 然后呢 时时刻刻只 着重在自己的 内心的 清静 那 其实是很单纯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 会变得非常的单纯 你不会放纵自己的心 去对这个外在的 人家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的造语 得而合适 其他大苦恼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还没有到 亲自关照 缘起的阶段 但是如果能够在 思想上了解 主法因缘生 主法因缘命 都是因缘和合而成 他总有他的理由 不管我懂 我不懂 但是他总有 他的因缘 他就算了 我懂 我也要清静 我不懂 我也要清静 但是有些 过失就在于 你觉得你没有 拿到那个答案 当时你就像 让放纵自己 写烦恼 你觉得一定要答案出来 或者是外面的格局 改变了 我的心态 不要有烦恼 这样子 他就很复杂 他就变得好复杂 如果你愿意忍一忍 我就忍一忍 不明白就不明白了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总之 我能够做的 我做 不能够做的 我没有理由 因为不能够做 与烦恼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 生命就会变得很单纯 你的事物的反应 就会变得单纯的多 基本上就是 能做和不能做而已 但是起烦恼 是没有理由的 是不可以有理由的 烦恼在佛教里面 是不可以有 有理由来支持他的 那就很简单 好 接下来 就是 你要能够看得清 生命里面 大部分的问题 是不需要解决的 生活里 大部分的问题 也不需要解决的 你要能够看得到这一点 那你就会单纯 因为如果你对那些 不需要解决的东西 你花你的心思去解决它 你想你复杂不复杂 肯定复杂 举一个例子 好 现在我骑着一个马 从这里跑向那边 那么呢 狗在飞我 自己在提 那你觉得你每一次都要下马去处理 你复杂不复杂 人家的邻居的狗吠你 你也起烦恼 那个鸡站在那边呱呱叫你 也觉得起烦恼 鸡体狗吠你起烦恼 然后你就下来 一定要把这个鸡处理 那就跟人家争论 为什么你的鸡 制造麻烦 为什么你的狗要吠我 那你几次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 这些东西你只要向前跑 你的快马向前跑 它全都不销售 都被你跑在后头 什么东西就自己凋谢了 那些麻烦就自己凋谢了 这些要懂 有些要处理 有些不需要处理 但是大部分是不需要处理的 但是如果你就是看不顺眼 为什么这个路边我走过 为什么要有一堆牛粪呢 你看不顺眼 你一脚踩下去 你要处理的 它就复杂了 本来是好好的生命 就是向前马 向前跑 快马向前跑 那么这些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也不理 但是你就是不行 停下你的马 下来 诚恨地踩那个牛粪一脚 然后再上 你这样你的生活会多么的复杂 听起来这个比喻好像很夸张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 天天都在发生 太多不需要理会的事 因为看不顺眼 不甘心 我们就去 所以我们都有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最重要知道 所以生活上也是如此 不可忍的人 他把自己 捞到很苦的 真的 有些时候 你看到那个 那个鸡在笼子里 你们看人家卖鸡是怎么样的 那个鸡在笼子里 挤压到很小的空间 为什么 他们要一次再 能够再追多 最好是把它挤压 所以那个鸡呢 如果他真正的明白 他有一点智慧的话 假使说 他就不会 不会去挣扎 去捉他的朋友 其实他捉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捉他 结果他只有流血 只有更痛苦 他如果能够知道 虽然是很不舒服 但是呢 我捉来捉去 我自己更惨流血 更痛苦 那么呢 他如果能够待在那边 他的苦就减得最少 当然现在的基金说是 会把那个口纯那边 捉掉它 剪掉它 让它没办法做 当然也有这种军心 这是很残忍的 但是 这样讲回来 就是我们人也是一样 有些时候你不愿意忍 你不能够忍 你的生活就会很复杂 很多痛苦 你可以看那些不忍的人 都很痛苦的 不想学忍 很痛苦的 我在西兰 Island Hermitage Island Hermitage 是一个很多 以前呢 曾经一个时期 很辉煌 出了很多 很有才干的西洋人 在佛门的西洋地球 那我在那边修行过 它是一个湖上的岛 它是湖上的岛 两个好像 两个好像两个岛 好像有一点中间 有一点连结 那个岛的边缘 很多气根 有那个树 有气根的那种树 看到吗 看过吗 它长在边缘 照着地带 它的很多气根 在那边 然后树长着 是这样子 有时候水稍微高的时候 树就给水遮住 有一种捕鱼方式 就在那边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就是设那个网 网设在某个地方 然后拿去敲 敲 敲了让那个鱼 自己冲向那个网 这样子 然后有观察 因为我们的那个 那个时候的代主持 管理员 他是很生气的 他说怎么可以来到我 到场捕鱼呢 他就骂了 那个很凶的 来骂人的 然后呢 然后他们也就是 偷偷摸摸 晚上也来 就是用 因为他们觉得那边有鱼 其外整个湖的鱼 可能都给他们抓了 抓了很多 但是这些应该都不设 佛教徒了 那么他们就用敲 也是敲这个敲上 那么那些 结果呢 他肯定的是很成功 如果不成功 他为什么天天重复着 同样的捕鱼的方式呢 他很成功嘛 所以肯定的就是说 有很多的鱼 依他的要求 冲向那个网 因为他这样子 敲敲敲 那些鱼就要往外冲 其实鱼如果是 躲在那个气根底下 那个网怎么也捕不到 对吗 但是那些鱼 我在想 他们会往外冲 听到那个刺激的声音 他就往外冲 就是他忍不住 那个刺激 他要往外冲 一冲他就更惨 就被逮捕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检讨 我又想 我们人有没有这种模式呢 有的 有些时候不肯忍的人 就常常犯上这种错误 所以不肯忍 有些人不肯忍是 倒霉的事情发生 他忍不住 有些人不肯忍是 得到的不够多 他不肯忍 他得到的少一点点 或者是比较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自己想象自己应该得到很多 所以这些都是苦 所以今天呢 还是给大家讲回这个单纯的课题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最需要的是忍耐 忍耐 忍一忍就好了 就过去了 生活上的不如意 忍一忍就过去了 真的 不肯忍的人 不肯忍的人 移动了自己 你移动了别人 干扰了自己 也干扰了别人 这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够 单纯一些 自己的美德 要承担得起考验 就是 如果你这样子训练自己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不能够让你提升的 任何一个处境 都是你累积 波罗蜜的机会 那这就非常的珍贵 所以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点 所以 为什么我常常都在提醒你们 来什么接什么 来什么接什么 就是要增强 大家的这个 承担力 任何一种言耳必实生意的经验 你都要承担得美美的 那不用去很挣扎的 想反弹 抗许 任何人抗许 生命的考验 和成长的磨练 那只有让自己生命 增加更多的痛苦 而且拖延那个痛苦 来什么接什么 不是说给你来毒品 借毒品 不是这个意思 来什么接什么 就是什么朝日来到面前 我当下的心 要累积 把它带到最高 就是累积最强 最优秀的算法 第一个阶段是 最初是先学会 不起烦恼 再者 一旦你能够 觉得像虚空一样 什么东西都不让你 不要去为他起烦恼 那你就可以进一步的 在一切的朝日里 填育 算法的力量 比如说不如意 那你就培养慈悲 自己犯了错误 就快感 也对自己起慈悲心 然后也忏悔 快快地忏悔 快快地退出来 然后又再继续给前进 不是在那边 拗悔自责 你知道拗悔自责都是苦因 那就不要拗悔 不要自责 但是要忏悔 清楚地认清 这个不要再犯了 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 训练自己 生命会越来越单纯 然后心 单纯的心 会很快乐 快乐的心 很容易生起轻安 种种的那种犯法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地 把生命倾向于单纯 心不要搞得这么复杂 你把这些放掉 这些垃圾都放掉 垃圾要放掉 其实并不是那么难 要断根才难 所以如果你有诚心 你知道这垃圾起来 告诉自己 我不要给自己找苦 他就放掉 不断地放 不断地放 有一天 放到你的会议也升起 然后呢 慢慢就能够从 错误的模式里面 跳出来了 好 祝福大家平安快乐 也愿大家都能够 在这个法上增长 能够培育 接听会 消除贪争师 愿大家的三心愿 皆能如法 皆能成愿 愿大家都能够 离苦得了了生寿死 体正生到 增过涅盘